麥克威議員 來自外國民主會 為華盛東議員 為華盛獲監獲取獄 經由創黨人發起會議結果 推派由黨主席為柯文哲先生 請我們的主席 感謝我們的主席 請請為大家揮揮手 經由會議的決議 所有的委員 發起人英道人數111位 時報人數72位 發起人共同決議 我們的黨主席是我們的柯文哲主席 再次的熱烈掌聲 謝謝 謝謝 我想今天這一刻是大家請看非常非常幸福 因為今天柯市長即將用柯主席的身份 來上台為大家致賜 是不是我們再用一次最熱烈的掌聲 我們來邀請台灣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主席 最後的選擇 柯文哲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我們的選擇 柯文哲 咖啡咖啡 柯文哲 配給我們所有現場眾黨黨員及我們的黨主席 一個熱情的掌聲 謝謝 謝謝各位來參加今天的成立大會 今天看到的很多的朋友 特別是 算是我的恩師 朱鶴賢教授 還有我的父母都來到這裡 各位朋友 台灣至解緣至今 三十年的民主發展 已經是華人世界的成功典範 事實上近年來 我們已經實現主權在野 也有了政黨問題 但是因為意識形態引發的政黨格鬥 及政治力導向的政黨政治 造成了台灣長期內耗風轉 此刻正面臨台灣國家發展的困境 2014年我首次參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提出的口號 改變台灣從首都開始 改變台北從文化開始 這是一場以文化為主題的社會運動 也是台灣第一次以改變政治文化當訴求的選舉 事實上不管是選舉或是執政 我們都把它當作是一場改變政治文化的社會運動 今天我們主黨就是扛起了改變政治文化的責任 今年我參加媽祖道兄的時候 再次拜訪了新港文教基金會 我發現了2014年 我首次拜訪新港文教基金會的時候 我在牆壁上留下了 找回陽心社四個字 時隔五年 今年十月 我再次參加了大俠發出兆選舉 又去了一次新港 也再度了拜訪新港文教基金會 我在牆壁上 補上了十個字 莫忘初衷 其實政治不難 找回良心而已 執政也不難 莫忘初衷而已 政治就是要落實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 有人批評說 蹲著沒有衝心思想 其實對我來講 我的中心思想 就是台灣的整體利益 跟人民的最大福祉 我最重要的理念 就是讓人民過好一點的生活 所以對我來說 台灣的整體利益 人民的最大福祉 才應該是政策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很客氣 現在的台灣 是個人的利益 大於台西的利益 台西的利益 大於政黨的利益 政黨的利益 又大於國家的利益 而現有的小黨 又授權以意識形態 變成了主流政黨的側硬 過去20年 藍綠兩黨輪流執政 兩黨長期以統徒議題的對抗 以意識形態來治國 結果整個國家一直的內耗中尊 今年我做訪許多國家 內心有許多的感觸 在以色列 我看到的小國 如何在惡劣的環境當中求生存 不管是在教育政策或產業政策 每一個步驟都有它的戰略思維 善用有限的資源 做長遠的規劃 以培止國家的實力 在美國 我在紐約 看見了南街海港的故事規劃 成功的運用公司協議的機制 讓巨峰災區 在短時間內重建完成 能夠做到 是因為人民相信政府 政府相信企業 而企業之間也必須相信 只有信任 才能夠讓VOT建設的如此成功 在日本 我看見了恆平的機制規劃電廠 用嚴謹的SOP 把碳排放和污染降到最低 所以我才會說 在台灣不是煤炭乾淨不乾淨的問題 是人乾淨不乾淨的問題 在中國 我看到了硬體建設的 副委員建議 他們只花了三年的時間 結果檢討東海大橋 跟陽山港的自動化碼頭 這些案例很讓我感慨 已經分為亞洲四角龍之墨的台灣 這些年代真的停滯空轉太久 桃電機場第三行下的再流標 只是一個例子 總統出往夾帶一萬條項目的走勢 一直是硬山之一腳 這都不是一個正常國家應該有的現象 事實上 在2000年之後 台灣政治最大的問題就是文官制度破壞 過去在國民黨一黨專政時代 另外還有李國領、趙耀東、孫英群 這些所謂的技術官僚 經濟發展還有一定的成績 但是在現階段的台灣 文官制度完全破壞 深澳電廠停建的地址 幾百億的工程 可以再經過一個晚上 都在宣布做台灣的電力活用 再一個晚上可以轉換 最近在討論的基隆和古交通整合計劃 不管是汐止明山縣、基隆輕軌、台鐵油畫、北宜磁鐵 或者是高鐵要不要延伸到宜蘭的問題 每一個討論看起來都有道理 但是合起來確實不合理 這就是看不到專業的討論 政策的決定只有三個原則 民意、專業、價值 政策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因為它沒有專業 沒有專業是因為沒有價值的支撐 台灣價值應該是民主、自由、多元、開放、法治、人權、關懷落實、永續經營 這些福祉價值在台灣的實現 就是我堅信的台灣價值 民主 政治為人民所共有 人民都有平等的權利來參與政治 政治不是某一黨或某一形態、某一意識形態所專有 自由 擁護人是自由的基礎 但是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範圍 必須確保人民有言論自由、宗教自由 免於匯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 因為堅除民主自由 所以我們主張開放政府全民參與 封開拓明的政治理念 我們把政府的權力叫喚到聲明手中 逐步推展直接民主 自由以整個參與模式 讓民主自由在台灣可以落實 多元開放 台灣應當保持多元的文化 以開放的態度來面對這個世界 四百年來台灣一直有不同的文化進入 即使到了今日 還有新住民與新移工的家裡 我們應該用一種包容的態度 來吸納新的援助 來豐富台灣的內涵 共存共榮 才是正面的觀念 這不只是對於族群動物 對於社會上不同的生意、不同思維的包容態度 才是進步無名的象徵 民主、自由、多元開放 這是台灣價值的核心 面對國內外的挑戰 必須要提升台灣的經濟過放勢力 才能夠確保我們的核心價值 法治 有時候我們也要很誠實地承認一件事情 台灣從來就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法律常常是給人民參考用 而不是給人民遵守用 所以我們要努力讓台灣成為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 法律應當成為人民唯一遵循的標準 法要合情、合理 更重要的 法本正要合法 更成為人民可以遵守的標準 人權 人權是公益社會重要的標準 我們推動公宅政策 就是要落實居住正義 我們推動波音、波幼 以及長者的照護政策 目的就是在減輕輕量階層的負擔 讓人民的工作權、生存權都可以有更好的保障 社會教育補給網路 讓每一個學生都可以自由使用網路 這是保障教育成為窮人歡生的機會 關懷弱勢 我們必須在這個社會 把關懷弱勢當作一種價值 對於弱勢族群的關懷 他不是施捨 也不是聯名 必須以付出尊重的精神 建立一套社會安全理系 我相信短板理論 一個水桶能承載多少水量 是由最短的那個木片來決定 當一個社會當中有太多落實的人 如果他們不能有一個基本不當的生活 而成為社會上的不安分子 也會影響社會其他群體的安居而已 因此關懷弱勢是一種保護的機制 也讓整個社會能夠共同向前邁進 永續精明 我們永遠要想 我們要留下一個什麼樣的團體下一代 我始終認為有任期的選舉制度 加上沒有歷史觀的政治人文 造成了今天台灣政治上的困局 台灣一直缺少長遠的施政規劃 最後只剩下短鍵的政黨利益的操作 在財政上我強調財政機率 重視預算的執行力和施政的效果 嚴格緩控舉債和債務償還 絕對不再有尊重 就是因為我們永遠想和 我們要留下一個什麼樣的團體下一代 我們要讓台灣政治文化的改變力量 可以在國會在台灣各地發揮廣大 這是我們成立這個新政黨的目標 超越難率不是要消滅難率 而是讓大家可以在這個社會共存共融 都有機會實現各自的理想 今天我們成立了台灣民眾黨 以台灣為民 以民眾為民 台灣就是我們 我們就是民眾 我們相信眾人的智慧會超越個人的智慧 所以要集合眾人的力量來改造台灣 確保每一個在國會為我們打拼的夥伴 在全台各地為我們打拼的夥伴 都能實現政治呈現 與改變政治文化的影響 希望這個政黨的成立在藍綠以外 讓台灣人民有另外一個選擇的機會 歷史由眾人去貢獻 由眾人去承擔 最後也由後世的眾人共同來記憶 台灣民眾黨原本是1920年代 台灣民主前輩在日本總督府的壓迫之下 所成立的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台灣人政黨 所以它有歷史的意義 今天我們再次成立台灣民眾黨 賦予它新世代的使命 雖然有不同的時空背景 但是相同的都是要煥醒國人的政治覺醒 改變台灣的政治文化 國家這力量在於國民權利 在於制度健全 在於文化高尚 青年行政本來只是政府的基本條件 結果在今天的台灣 卻變成了難得之事 所以必須先處理最基本的國家政策問題 強調連任政府 重新建立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也只有連任的政府 才能露顯台灣在世界的價值 今天我們成立了台灣民眾黨 是一個理念的結合 我們不是政治上的領導者 而應自取為文化的傳導者 謹守於民意、專業、價值 作為政策決定的原則 以青年、勤政、愛民 作為我們執政的自我要求 在我過去四年半執政的經驗裡 青年、勤政、愛民的信念是可以做到的 也可以作為我們執政的價值 最後感謝各位的參與 如果要走得快 要一個人 如果要走得遠 要大家一起前進 讓我們繼續努力 讓台灣應對我們變得更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感謝我們的主席 非常感謝我們的主席 對我們的勉勵 主席請留步 在這個過程當中 主席發表了這麼詳細的解說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 見一下大家的聲音 我們喊一下 可以嗎 大家可以見一下聲音嗎 可以 好感動 這個聲音 我感覺到 台灣的改變正要開始 請各位跟我們一起來 最好的選擇 台灣的選擇 可穩者 黨員的選擇 可穩者 可疲可疲可疲 加油加油加油 請給我們的主席 還有我們所有創黨黨員的每一位 謝謝 要請個掌聲 感謝現場所有每一位創黨黨員 那請接著呢 我們也有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民間友人 也是一位貴賓 要上台來幫我們執政市長一幅卷軸 那我們邀請我們有兩位的貴賓到台上 是的 在這個民間友人的祝福 其實它包含了市農工商 未來台灣民眾黨將海納擺穿 引領各界的精神各界的建議 是的 我們將卷軸慢慢的開啟 大家可以看到卷軸上面寫著的字 是首歌上一一國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救活如救如 一國如一人 希望市長可以承擔著這個責任 帶領我們更多台灣民眾黨 以及台灣的未來 往更美好的方向前進 謝謝 那我們請台上的兒科主席 以及兩位貴賓 我們往前方看一下媒體 好 那我們往右側的地方看一下 左側的部分 好 那如果媒體朋友們 應該都捕捉完畢了嘛 那我們再看回正前方 我們請給五秒一下 好 大家都看到上一一國這個責任 今天開始由我們台灣民眾黨 一起來承擔 再次感謝我們兩位民間友 以及貴賓 再次感謝 謝謝 是的 想跟大家說 原來民間的祝福不只一種 我們現場也感受到了 我們雕塑家 他製正了 來 我們請我們的雕塑家 一起到我們的台前來 哇 他現場 哇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大家看得出來是什麼嗎 應該都不錯的選法 是不是 台灣民眾黨 是不是該做我們台灣所有的人民 我們一起跟隨著我們的主席 一起的嗚嗚嗚 一起的向前走 持續的改變傳真 持續發聲 台灣民眾黨 邀請我們現場所有的創當黨員 跟著我們一起為台灣 嗡嗡嗡 感謝 那當然在這歷史新的一刻 請我們的雕塑家 是不是有些話 要跟我們所有的創當黨員說明 好 那我們也請客市長 收下我們 那稍等一下下喔 等一下我們媒體 再捕捉一次畫面好不好 來 我們一起站到中間 看正前方的位子 稍微往旁邊移動一點點 OK 哇 這支蜜蜂的責任非常大 因為不只要在台北 非常在台北 嗡嗡嗡 我們現在開始 台灣民眾黨 要在全台灣 世界各地 每一個角落 一起嗡嗡嗡 再一次感謝 感謝 感謝我們所有民間友人的祝福 好涵的所有的市農工商 感謝 感謝 那接下來 現在呢 我們有一項非常重要 黨主席的第一個任務 是什麼 大家知道 今天是我們的創黨大會 所以柯主席今天 要來為我們簽下 第一份正式的公文 以主席的身份 簽下台灣民眾黨第一份公文 請各位媒體朋友捕捉這歷史性的一刻 台灣民眾黨創黨大會 今天成立了 我們的籌備委員也開始了 我們的主席 為我們簽下了台灣民眾黨的第一份 對內政務的公文 請所有的創黨黨人 一起跟我們簽著做歷史的一刻 台灣民眾黨在今天正式成立 感謝所有的創黨黨人 由你們台灣民眾黨 會持續的上前 持續的改變 感謝我們的主席 感謝主席一份公文